现在我们要去普西山去看日落 普西山呢也是这个朗布拉邦最高的山 站在顶端山顶可以看到朗布拉邦的全景 现在外边的地摊也开始摆起来了 这是今天路过的皇宫 从这边直接走这个楼梯然后上去 然后这边走上面就可以看到这个皇宫 前面都是刚下山的人 现在人就比较多 都是来趁着夕阳来拍这个皇宫的外边 我们现在要去爬这个山 普西山朗布拉邦的最高点 这个应该是个什么石塔 前面都是已经爬完了准备下山的人 我们现在刚好五点多 上山的话应该能赶上六点多的日落 好久没运动了这个爬山 刚开始爬就开始气喘吁吁了 他这个山好像是收门票的 一个人是两万五千吉普 合人民币的话也就是十块钱左右 已经爬上来这么多了 继续加油 然后到这里是一个检票的地方 这边才卖票 休息一下 刚爬上来一半 然后这边其实也可以看到日落 这边其实还是挺美的 来我走近给大家看一下 这边其实就是可以看到这个日落 还有朗布拉邦城的一部分 现在准备买票了 我刚才看了一下的票是两万 不是两万五 合人民币差不多八块钱 我摘 来看一下这个票 这边是由工作人员在检票 然后现在就打算接着往上爬 爬到上边 我感觉现在已经离山顶很近了 因为已经听到 能听到山顶的人在说话 胜利就在眼前 现在已经到达了这个顶端 这边旅游都是泰国人比较多 因为泰国离老沃很近嘛 而且他们签证也比较方便 好像是免签的 这边现在已经很多人了 都是来看这个日落 现在这边看看 这边人稍微少一点 这边碰到人应该是个韩国团 这边可以看到朗布拉邦的全景 这边人是现在真的多 都是来看日落的 看这个角度稍微好一点 这边人稍微少一点 这里边是一个寺庙 小型的寺庙 这边可以看到朗布拉邦的一部分城景 这边可以看到朗布拉邦的南边 这是他们老沃的特色 东南亚特色鸡蛋花 这边应该都是最佳的拍照点 这边很多人应该都在这边排队 一两个拍照 这边还有烟 吹烟吆咬咬的感觉 就是一个一个在等着这个排队 前面两个外国的小朋友 还是挺好玩的 大家都在排队 还都等一个一个上最高点 那个石头上去拍照 那现在太阳已经马上就要下山了 现在所有人都在拍日落 各国人 中国的 泰国的 韩国的 欧美的 今天都在拍日落 哇 前面这个外国朋友好高啊 故意得有两米 现在应该是最漂亮的时候 太阳落下去之后 这个晚霞是最美的 照亮了整个 王波拉邦的上空 现在太阳已经几乎快完全落山了 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人也不多了 没有只有几个人在拍照 没有刚才 刚上的时候人多 现在太阳几乎已经算完全落山了 然后旁边都黑了 这个灯光也都亮起来了 坐在长椅上边 看着晚霞 吹着晚风 还是挺惬意的